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就走着瞧了 开门 大人请用茶 王爷 下官给您请安了 程玉珊呢 好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王爷 我看不必等长衣山了 他没准什么时候才来呢 我们开席吧 傅大人 是你请客呀 还是我请客呀 今儿个自然是王爷 您请客了 这不就接了吗 既然是王爷我请客 还有位客人没到 好 能开席吗 是是 咱们齐人哪 讲的就是这个理 好好好 王爷请用茶 傅大人请用茶 王爷 下官有些内疾 出去方便方便 福大人 撒尿就说撒尿 什么方便不方便 出去把尿撒了 不就都方便了 说得好 来 伺候福大人方便方便 是 王爷 福大人稍后 好 福同 哪个是福同的 好 好 福大人 慢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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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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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吗 福大人 到屏风的后面方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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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就让你小子开开眼 看好嘞 这玩意认识吗 我估计你那猪脑子 想到死你都讲不明白 弟兄们 有 护车他 是 都没动 李温 你不就想要这个吗 这会儿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本官是怎么烧掉他的 李温 你不想要命就烧 李温 就你那两下子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吓唬我 撒泡尿回去照照吧 还轮不到你这个小混混在这儿丢人现眼 压压了个呸的 上 谁敢动 李温 你心里很舒服吧 好不容易开眼看到了这么多的书 可是他马上就要化为灰烬了 好 程医山 你有种 你今儿个敢烧 劳动就敢杀了你 射死他 等等 他看朝廷三匹并关 也叫刑务处置 压压了 很呸的 这个狗皮东西要烧着了 就哪个狗皮部都治不了他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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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眼 这儿呢 走 去目睹前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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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还有点 没事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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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乳猪来了 来 来 来 您看 王爷 这是小的专门为您做的烤乳猪 您尝尝 这真香 你先下去 待会要什么再叫你 好 王爷慢用 各位大人你们都慢用 慢用 列位 可别小看了我这胖厨师 他可伺候过皇上和皇太后 今儿个伺候列位大人 列位有口福 干坐了这么久了 肚子里还真觉得有点空了 是 凡是在苏州四平以上的大员 为了给果妻王送行 今天差不多都来了 就差成涅台 还有苏州之灶 李渭 对 千万别忘了那小猫猴子 人家也是四平 说不定他和成涅台一块来 等他们二位一到 咱们就开席 不差战略 都安排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你在门口候着 随时听我口令 是 走 唐大员 你在门口候着 随叫随到 李大人 你就瞧好吧 这等人候客就是凡人 李渭大人 是不是等着急了 您钓鱼的不着急 我们提语老子的招什么急 不急 不急 王爷 咱别的东西没有 陪王爷聊天 这闲工夫还没有吗 真看不出 杜大人身为安徽一省的巡抚 有这么多的闲工夫 您身为两江三省的总督 您要是没有闲工夫 您要是没有闲工夫 您身为两江三省的总督 为何也坐在这儿了 您大人 您都病成这个样子 您不也在这儿坐着吗 您不也在这儿坐着吗 咱们这是彼此彼此 我可不能跟您比 福大人是身康体健坐得住 我老年可不行咯 四大十天前 不明不白地吃坏了肚子 我就没消停过一天 要不是在老王爷这儿 吃了两粒灵丹妙药 老年我说不定 就熬不过这儿虚实三克 苏州制造府李卫大人到 李大人 打住 杜大人 杜大人你干什么 这么说你也是我的长官 上次 在这个场面上 咱不能太不讲规矩 要不然在座的各位大人 还以为咱俩有啥猫腻呢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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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爷 各位大人 不好意思 李卫我来迟了一步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小猴仔 你谱也太大了 你谱也太大了 成年台呢 哪儿呢 来了吗 成年台今儿个有事办住了腿 也许就来不了了 胡闹 他成年台能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紧公事 哪能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王爷 您先开席 我去找他 今儿我就是地楼 我也得把他地楼过来 胡大人 胡大人 人家成年台办的是公事 咱们这儿说上天 那也是咱们之间私人的交情 坐下坐下 坐下 来人子 给大人们满上酒 开席 是 真香 这江南这块地方真是好地方 都说要在这个地方上当官 用不着三品四品 混上个七品八品绿豆芝麻味 就能让你复杀好几代 胡大人 各位大人 这话有没有点道理 王爷 在江南的日子过的是轻快一点 这是实话 但是要说能附上好几代 王爷 您可千万不要上当 咱可不比金官 人家离皇上近 冠品升迁容易得多 咱们这些外省的官 不服单官 只图过个安生个日子 这不为过吧 对对对 不为过不为过 只要是不取不义之财 那就不为过 可是 偏偏就有人喜欢取那不义之财 什么 还真有这人 怎么没有 王爷 我的老王爷 你可是不知道 在座的各位当中 恐怕只有学政大人 还有都议使大人 这两位大人做的是清水洋 想贪都无处可贪 只能等人家吃完肉以后 跟着喝口汤 二位大人 你们说我讲的对不对 可咱陆大人就不一样 你们大家伙看看 这身标都长了 李大人 你这话 福某可就听不明白 今天 当着果秦王爷的面 福某要和你这位年少弃盛的后起之秀 切磋切磋 这么多年以来 福某身为朝廷派驻 两江三省的最高长官 和在座的各位大人 还有数日前 因公殉职的江苏巡抚 敏靖元敏大人一起 替朝廷掌管着江南这片赋税重地 也替皇上 思慕着这三省的几千万百姓 为了朝廷 不敢说 已经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但至少算得上是丹惊截虑 问心无愧 丹惊截虑 问心无愧 啥意思 李大人 福大人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为皇上办事 况且也没做什么亏心事 没做亏心事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两江每年上交的岁负银两 支撑着国库岁入的半壁和山 功劳嘛 不必去表 自有天理公道 苦劳呢 也用不着多说 都是为了朝廷嘛 罪令福某忍无可忍 定要为我两江百官出头铭不平的事 总有那么几个卑鄙小人 什么利国利民的正经事都办不来 却整天在那捕风捉影 疑神疑鬼 今天说这个贪了多少多少两银子 明天又说那个拿了多少多少的妹心钱 王爷 您说说看 在座的各位大人也都说说看 要是整天有着这种人在这瞎搅和 那朝廷的差事还怎么能够办得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这差事的确不太好办 对 各位大人明见 王爷 您也明见 您也明见 年大人 您与福某也应有同感 你别动福大人 你别动 你这动作啥意思 五福灵门 五子登科 五爪金龙 还是五百万人 胡言乱语成何体统 那你倒是讲清楚啊 你这动作啥意思 讲啊 小李卫啊 人家福大人没有冤枉你 五百万两 那是多少银子呀 那是咱们大清国一个季度的镜像 你别管神异比划 你就五百万两 你以为随便神异比划 银子就出来了 是 换了别人是比划不出来 可是 要碰上咱为国为民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你自己的话怎么说来着 那叫单金结律 无愧于心的福大人 可就不一定比划不出来了 您说我讲的对吗 年大人 福大人 虚实三刻已过 我年某人居然还没死 你应该觉得奇怪吧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李卫说的不错 在座的诸位当中 只有你福大人 掏得起这五百万两 你 今天 帮着国王爷和各位的面 我年某人干脆把话都说清楚 就是为了这本论语 老年我两次差点把命都打上 先是有人派来刺客 被我老年躲过去了 紧接着又派人来下毒 又被我老年躲过去了 今天在这儿 我要请各位朋友见谅 年某人不是诚心要卖你们 还是 如果我今天不把这本论语交出来 说不定我还要死上好几回 对不住了 福大人 你 你真是血口喷人 年某我装着十天的病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今天 能跟您福大人做笔生意 我这本书就放在这儿了 您那五百万两银票也掏出来吧 西北还等着您的军下呢 福大人 你到底是掏啊 王爷 今儿可这李卫和年西瑶都得了十心疯了 就凭着这么一本论语 就要再给福某五百万两银子 各位大人 你们说说谁相信的 一本论语不够 七本够不够 七家论语够不够换你那五百万两银子 什么 七家啊 吃人说梦 吃人说梦 唐大人 余大人 认识吗 福大人 福某不认识 这东西认识吗 这又能说明得了什么呢 说明得了什么 行 这会儿我没工夫跟你瞎叨叨 我只跟你说说 这玩意儿我怎么来的 诚意山跑到你书房里头 把他拿出来讲给烧了 我是好话说了一箩筐啊 苦口婆心人之一尽 可他不听我的我没办法 只能一刀把他给咔嚓了 所以这东西现在在我手里 如果拿出来吴冬ить啊 我只需要一刀把他够了 或者一个孩子 给人家吃得了 那就要说 那五百万个都是一心 他就要有派肯 他以为担心 他有派肯 就是窗战 这本是我的 即使你的东西为啥不在你手里 这福大人让我放在这儿保管 让开 两位不正使大人 你们俩也好好看看 这里头有没有你们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 现在还有三本 海宁一本 敏京元一本 这俩都死了 还剩下这一本 老玉 这本该是你的了吧 是我的又怎么样 你敢扯八卫杀了吧 想死啊 别着急 你玉龙不是八卫府里的奴才吗 要死 也得等办完八卫给你的差是吧 各位大人 还愣着干嘛呀 赶紧对账吧 福大人 赶紧张老开始 这只不过是 孔夫子的几本论语 什么账不账的 我一概不知 想跟我玩这一套 欺负李温我不识字 我告诉你 这年头不识字的人还真找不出几个来 实在的人到处都是 杜知贵 李大人 李大人有什么吩咐 算账 算 算 倒什么蛋 有老王爷给你撑烟 你倒什么倒 李大人 李大人 我 算账 得有算盘 我 小满 算盘伺候 是李大人 是李大人 副大人 李不讲不清 账 不算不明 对吧 杜知贵 算账去 不光要快 而且要准 明白吧 小的明白 小满 上板伺候 好嘞 有点 稍微 直到 明明 小心 有点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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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黃色鯉兒上廠插捕 Fitness餅 串灑 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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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安徽部证时审元 雍正元年正月十六 受现银二十一万六千两 江西铁城 雍正元年正月十六 受现银二十九万五千两 安徽寻府度知贵 雍正元年二月初二 交税银十一万六千两 正月支出现银十万两 雍正元年二月初九 苏州制造海宁报内务府年西遥 安徽一省报账十一万六千两 安徽一省今年正月到八月 共贪末科口恒征税银 一百六十五万三千两 而沈元 铁城 度知贵 还有年西遥 所报账目 五五 不错 八个月的时间 一百多万两 李大人 这只是账上的一百六十多万两 但是 但是什么 这只是记在七家论语上的一百六十多万两 如果再加上层层盘剥 层层苛扣 锦安徽 从李正到支县到支府 再到我的巡府 每年在百姓身上苛扣的不少于六百万两 多少 六百万两 六百万两 副大人 不错 那账本上都记着哪些官员的大名 不是说这账本关系着江南百官的身家姓名吗 小的马上把这一百多号跟本案有关的人员写给李大人 启禀王爷 我福同作为两江总督 不能再容忍李渭这么胡闹下去 下官只好不讲情面了 来人呐 把这个小伙伙给我抓起来 王爷 抓谁 你问问李渭该抓谁 压压了个呸的 把这人贪官一个一个全给我抓起来 慢着 李渭你单敢擅自调兵 依我大清律在这两江三省之地调官兵非我福同所不能 生要你生个清楚死要你死个明白 福察 福察在 给这位福大人将领班子的故事 这两枚班子原是圣祖爷生前最喜爱的东西 一枚文班子在国亲王手中 一枚武班子在十三爷手中 八旗兵朱将军只要见到文武班之相和一起 急听命调动 圣祖爷一照中是怎么说的 圣祖爷说 皇四子 治得了你治不了你啊 王爷我治得了你治不了你啊 来人呐 走啊 拿掉他的顶子 不用 父母 自己会债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王爷 你慢慢地收着吧 队长 小杖 队长 小杖 小杖 圣贤周叔 岂容你们这帮小小奸踏 我把他藏起来 我放开 我藏够 正班 别让他把正班给吃了 你们这帮小杖 我都没干 Deo 我 我都没干的 你这帮小杖 我和小杖 你这帮小杖 他还要干的 我看你这帮小杖 我去哪里 不得了 我都没干的 我都没干的 然后我去帮小杖 你这帮小杖 你怎么做 老杖 我等他 他怎么还嚣张 还不得讲嚣张 西北军下的银那差点让你给压了去 带走 看什么看 不服输 白天扛三百斤麻袋没事 夜里淋个夜壶 闪了腰 放啥屁 闪了腰 你把你脑子都给闪了 带走 李大人 您可别忘了在皇上面前给我求个旗 你放心 我一定在皇上四爷面前替你表忠心 我 带走 小娘 委屈一下吧 连我老年也一起抓 皇上要的是七家鱼 谁敢少一家 王爷 为了破江南这个案子 我是立下了汉马功劳的 公是公 过是过 到了皇上这儿自然能够说清楚吗 您大人 既然老王爷都这么说了 那您就去跟皇上四爷解释解释去吧 您就说 您老年对皇上是一片忠心 从来就没拿过八爷的半两银子 半处宅子 可是我就不知道这瞎话 您敢不敢跟皇上他老人家憋呢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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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散席 散席 小满的 皇上交给咱办的差事 咱算是办成了 先秦汉唐的气象 毕竟不一般 先秦种大稻 也就有了围棋 这小小的棋盘 黑白两极阴阳交替 三百六十一颗棋子 予以周天演化 真是说出了宇宙大折呀 汉唐种工业 于是就有了象气 较迟啊 十三弟 你如果真能杀掉 朕这条大龙 你就必胜 如果杀不掉 你就必输啊 这就像老拔的福童 敏靖元和成衣山一样 拼命地想置李位于死地 但是却没有发现 这只小龙 有着两只铁盐呢 我杀不了他的大龙 那我就吃在他龙尾吧 坐直身子五木棋 什么五木棋 下棋的时候 要坐直了 自然长出了五木棋 因为只有坐直了 才能纵观全局嘛 皇上 刚才脱线的那首棋 你才看出他的作用啊 这就是弃子的作用 弃子不是不要这颗棋子 而是为了让他 对全局的胜负 起更大的作用 你看 棋道如此 正道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八哥 江南出事了 完了 江南全完了 出什么事了 天塌下来了 李位将福童玉龙 杜之贵 沈元 铁城 他们全抓了 账本呢 在国庆王手里 年销呢 也给抓了 果然所有的 事全都坏在年锡窑的手里 年锡窑离京去苏州的时候 让福童派人把他干掉 拿到账本 对账 消账 这个福童也是 真是成事不足 百事有余 这群两磅禁士 封江大吏 居然斗不过李位这个小混鬼 四哥两江得手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内务府 因为两江的账目跟内务府是连在一起的 八哥 那么四哥接下来就要收拾咱们了 咱们是他想收拾就收拾的吗 这盘棋还没到满盘结束的时候 这盘棋要漏了 内务府的事全漏信了 内务府的人怎么办呢 怎么办 能怎么办 统统舍掉 人和账都不要了 内务府咱们也不要了 都不要了 事不宜迟 你们马上派人把内务府的事情处理干净 免得给雍正留下一堆活口 好 我们这就去 慢着 陕西不正使来了没有 刚刚到京 好 江南的地盘虽然丢了 我们就不能从西北牢回来 秉识三爷 内务府大臣海宝自艺身亡 还有广楚司的银库 断库 茶库 几个园外郎和会计司几个郎中 也在内务大堂自艺了 怎么回事 一个多时辰前还有 还有什么 所有的帐文全部烧光 老爸 你行 怎么回事 当时我姐夫那叫一个帅 福童在我们李大人面前 吓破了他 他疯了 李大哥 这回你是不是把江南贪官都一网打尽了 打得尽 撒网打鱼 所以你还是有漏网之余的 儿子 你还真得帮妈把这些贪官都抓干净了 你不把他们抓干净了 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又设个圈套让你妈往里钻 害得你妈还得去讨饭 李大哥 这回你为皇上练的大功肯定能升官了吧 要是再升就是三平 说不定 我姐夫就成巡抚了 巡抚 我说富贵 我看你这官就别升了 妈算是想明白了 就是你这官升得再高 咱啥油水也不能沾 费着劲干嘛 还不如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呢 是不是 好老妈 这升不升官的 也不是你儿子说了算 那得皇上说了算才行 这会儿您赶紧去打扮奶奶 我都这么老了 打扮事没打扮 娘 一会儿咱们要去老王爷家喝庆功酒 去王爷家喝酒 对了 你儿子老王爷就要回京了 所以今儿要请一请你儿子这个有功之臣 你们大家伙就跟着我沾光吧 三丑 有你大爷和知父他们的消息吗 禀大帅 此刻知父正在回西北的路上 回西北 他没有说银子的事 说了 知父说 他大爷跟两江总督福同销完账 就能拿回那五百万两银子 他为什么不留在苏州帮过他大爷 知父说 他大爷叫他回西北的 因为那边用不着他了 那边有李渭给他帮忙 李渭 来进来 好 八哥 胡大人特意向八哥来报告年庚瑶的消息 陕西不正使胡齐恒拜见八爷 八爷吉祥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胡大人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呢 坐 好 谢谢 八爷 坐 胡大人 西北年庚瑶有何消息 年庚瑶近半月一直按兵不动 因为叛军罗布藏丹增的主力突然消失 年庚瑶急得四处寻找还是找不到 三天前突然出现了三千叛军 习击了年庚瑶的大营 幸亏年庚瑶和他的几员大将 都去了蒙古扎萨克郡王那里吃酒 才逃过一劫 这么重大的军情竟敢瞒着不报啊 这么说 一时半会儿西北还安顿不下来 也就是说 一时半会儿老四和年庚瑶还翻不了脸 八哥 你所以说 李位不是在江南把年庚瑶给抓了吗 什么 年庚瑶被抓了 胡大人 你马上回西安 见了年庚瑶就告诉他 年庚瑶已经被抓了 喳 李位这么一弄 江南的一切就都清除了 清楚是清楚了 朕吴阿曼也没想到 居然抓出个年熙窑来 十三弟 你说 这个年熙窑该怎么办呢 这人已经抓了 木已成舟 以臣弟的意思 只有快刀斩烂麻 一网打进江南的八爷党 彻底解决两江问题 这个年熙窑 这怕是抓不得呀 皇上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这抓人不易 放人更难 现在朝野上下都看着这事了 皇上 臣弟的意思 咱们还是看看西北的战况 再定夺不迟 放 放 放人 放 西北的战况到底如何 朕就如同是一个睁眼瞎子 西北的真实情况 朕只能从年庚窑身边的都兴阿那里得知 可这个都兴阿 已经几个月没有一个字给朕了 也许他也被年庚窑给圈起来了 带都兴阿 走 跪下 跪下 大胆都兴阿 不得 身为军前相伴 朝廷的一品大员竟敢勾结叛军偷袭我行元 你今儿个死到临头了还在本帅面前撒野 跪下 年庚窑 我呸 栽赃陷害算什么本事 可坦是 我给皇上的多少次密折都被你给截下 让皇上没有办法知道你在西北的所作所为 今天要杀要寡有你 何必再废话 我年庚窑要他跪下的人他敢不跪 我还没有见过 打断双腿 跪下 我今儿个就成全你 大将军 杜兴阿是皇亲国戚 军前大将 就算果真犯了罪 也要奏请皇上 万万不能擅自杀了他 我年庚窑不敢杀的人还没有出生 今儿可我要杀了他 给这些人看一看 年庚窑 杜兴阿真要是被年庚窑捐起来了 那就更得放人 年西窑不能压了 得马上放人 再等等 咱们再等等独行恶的消息吧 我们等得 只怕老八他们等不得了 说不定这会儿 已经派人把年西窑被抓的消息 通知了年庚窑 如果年庚窑知道了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跟老八结成联盟呢 立刻明照天下 走在老八他们前面 此事 咱们总得有个理由吧 放了年西窑 那福通等两厢都府怎么办 李渭怎么办 沙福通 放年西窑 将李渭 搁置 搁置茶班 什么 王爷明天回京 替我向皇上十三爷问好 别的事情我能忘 这件事情忘不了 李渭能端掉江南这天大的贪墨案 也多亏了王爷相助 光靠我相助不行 还得靠这猴崽子造化大 明天福同他们全部押回京 年西遥也一起押走 年西遥不押走 让他在苏州这块好地方享福 查办李渭 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查办李渭 咱们总得有个理由吧 是啊 给李渭定个什么罪啊 皇上 皇上 要不要去传太医啊 定李渭个什么罪啊 李渭为了心证巩固 解决八爷党 他是立了大功啊 朕不但不赏他 还要治他罪 查办他 割职 我们如果查办了李渭 他能受得了吗 不这样 难道朕还有什么办呢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是咱的 这 你替朕拟旨 这就是王爷府 是啊 这我来过呀 娘 这是果王爷住的地方 你怎么能来过呢 我真是 我就是来过这 老太太讨饭哪儿不去 那么好 还真来过 就是啊 我就是要饭的时候来过这儿 里边还住着个王老哥呢 行了 甭管是王老哥李老哥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 哎 哎 那少爷小姐 给点散碎银子吧 给点散碎银子吧 你们谁有碎银子给他点 可怜可怜我 给点散碎银子吧 给点散碎银子 拿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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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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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 这不钱是实验吗 我说我没找你逼债 你倒要饭要到我头上来了 还在王爷家门口要饭 这不是老太太教我的吗 说要要到大户门要 能要到银子 要到了银子好还老爷 你这个爱欠道的 学要饭也得学不出什么样来 陶老妈 你这个徒弟今生今世 算是出不了失了 那咱那八百两银子怎么办呢 我说钱师爷 你可得好好谢谢我 敏靖元程一山他们都已经死了 福童他们也被我逮起来了 过两天就得被咔嚓呀 你说你在这儿要饭 总比把你咔嚓要好得多了吧 我那银子不着急 好说 这辈子你要是还不上 下辈子你再接着要饭 下辈子我还讨饭 老王爷 一会儿不急在江南多大 一会儿 王老哥 你也在这儿呢 在 来 这就是我那当制造的儿子 你小模样挺俊 俊俊俊俊 今儿个是你们家王爷请我们一家子吃饭 对 对 那是因为我儿子 他一下子把江南的贪官他就全抓起来了 对 你还真有一个好儿子 我没骗你吧 老哥哥 没有 我去跟那王爷说说 求他让你和我们一块吃饭 好 好 娘 什么老哥哥 你也别去找什么老王爷了 今儿就是他请我们吃饭 您跟他说就行了 怪不得说您姓王 这王爷 他不姓王姓什么 是不是 请王爷宽亮 我真是有眼无珠 您大量大量了 您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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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哥 王老哥叫得多顺口 怎么一听说我是王爷 就生分起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都坐下 您坐 都坐下 我说大妹子 今儿个 再给你做支叫花街 行啊 这回我可不敢了 这有什么不敢的 等王爷我一回京 想吃都没有了 老哥哥 您要是真这么爱吃 我就跟着您进京 天天给您坐着吃 得 王爷 等到时候我回京啊 也天天上您府上 陪您玩去 唐大远 今后 凡是李位到府上 就立马关门 喝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小子一到王爷府 跟王爷我玩 制骰子 那王爷府的宝物 不全叫你给养子了 这回 皇上看你小子这么能干 一准派一个更要紧的差事给你 皇上是不是给李大哥升官啊 那倒不一定 袁先生 袁先生 您这话什么意思 您还怕皇上亏待了我呀 那 那 您还怕皇上 您们瞧瞧 我今儿是特地穿了一身官服 来 随时准备接圣旨啊 李位大人在吗 哦 去找我老王爷去了 驾 驾 驾 大点还是小点 这下可好了 李位不用查什么案子 小的 二人心心的在苏州当制造了 我看不如这样 你和任先生 也在苏州住下 这样我们可以闲来喝喝茶什么的 那感情好 可我就怕是不行 先生说还要到西北去 去西北 吃狡猾的鸡嘞 来 狡猾的鸡 真做了个狡猾的鸡 所以烫死我了 王远 圣子到 苏州之道 离外接纸 我说吧 我说我说我说我 亏着我吧 才说生光 这一就来了 李位快快接纸 接纸 接纸 查苏州之道李位 世人狂纵 于之道任上任意杜撰 肆意无限 月职用兵 竟擅自杀朝廷疑犯成衣山 此前 又纵母贪末 私自挪用公银修家庙 现隔去李位 苏州之道一职 降制六品 回京俭用 钦此 你认字吗 你不会念错吧 圣旨岂能念错 好 快接收纸啊 臣 臣领知心 臣领知心 国庆王 皇上密旨 唐大元 哎 把年希瑶 放了 什么 把年希瑶放了 哎 隔了我李位的职业就算了 干嘛还把年希瑶给放了 啊 他再怎么着帮咱们的忙 那也是江南探墓案的主犯哪 要放干脆全放了 把豆支柜也放了 把福桶也放了 全放了吧 老哥哥 您不是王爷吗 您不是皇上的老叔吗 您跟皇上那替我儿子说句话吧 真不懂皇上的意思 谁都能懂 他还能做皇上吗 副帅 副帅 皇上的预纸到 又是随我与叛军主力决战 可是我要的良想呢 说是把江南那五百万两银子给我 不但不给 还抓了你大爷 打开吧 打开 副帅 李卫被革职了 大爷无罪释放 李卫被革职了 大爷无罪释放 他竟然抓了两江的都府 还杀了涅台 有种 副帅 您可别忘了 抓大爷的也是他李卫 那是他撞到他手上了 你大爷不是现在已经没事了吗 皇上这次还真够给我面子的了 他明知道是八爷的人 为什么不杀他 那是因为破江南探墓案 大爷有功了 我认为李卫小叔叔这次也太犯魂了 李卫呀 这次什么也没闹着 还罢了关 我们应该帮帮他 你想 江南两响熟里衙门 是李卫从皇上手里要来的 福童那五百万两银子如果没有李卫 我们也拿不来 他够朋友 不过李卫小叔叔这一次可真的是要气晕了 我们也应该安慰安慰他 知父 孩儿在 你 悬两件蒙古郡王送来的好银器 派人骑上快马送到苏州李卫那去 另外替我写封信安慰安慰他 是 你告诉他 只要他愿意来西北我双手欢迎 他玩也好做官也好 我都医治他只要他开口 虽然皇上把他建为六品 但在我这在西北他还是四品 你告诉他 我年更有这一生都是他的朋友 还要明白 慢着 你把青海喇嘛送给我的那副象牙骰子一块带去 另外给他一张两万两的银票 是 对了 给李卫的那封信还是我自己写吧 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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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王爷走了 走了 押着福童和马班头他们走了 行 咱们也收拾收拾吧 走吧 小门 你说说看 戏文里头秦桧李岳飞案的罪名叫啥来着 是莫须有 那你说你姐夫现在这个罪名是不是莫须有 像 不过 这圣旨里皇上说的事 多少也有点影 有 有干 行 就算是有影吧 那怎么了 不就是不当这个狗屁瓜了吗 什么叫无关一神情 你姐夫我现在就是无关一神情 你看我现在多情 都收拾完了 都收拾好了 怎么就这么几件行李 就是这些行李 只要是咱家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还能有什么 不就是从京城里来的时候 带的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吗 那还背那么大马车干嘛 行吧 叫牙医换小的 你们省两遭钱了 哦 好 自从李卫当了咱们的老爷 咱们的执造衙门就鸡汤变清水了 这下好了 他一滚蛋 咱们又有鸡汤喝了 你瞧他那个寒陈燕 这个 就这么辆老马破车啊 您 您这是 咱们前几人老爷搬家 哪个不是十几辆大马车装金银细软的 您看这儿 看这儿 这儿 这儿都破了吗 是吧 活该 这哪儿坐着舒服 是吧 便宜点吧 放心吧 肯定舒服 要不我们再住一宿 明天跟江南老爹他们道个别 总不能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 是啊 人家帮了咱们那么多忙呢 道什么别 赶紧家义吧 走人吧 罢了官丢了差 还觉得凤贯 看来啊 你还是舍不得这个官顶子 你别再 我舍不得 那官顶子值个屁啊 给我当夜活 我还嫌他漏水呢 这哥不走了 都不走了 把这银子请江南老爹他们喝酒 他们渔邦兄弟能来多少来多少 反正我那枝造衙门全都能坐得下 李渔 李大人 去京城的车子顾好了 请您和您的家人上路吧 老爷我今儿个不走了 我明天摆一顿道别宴席再走 不走了 这恐怕不行吧 什么意思 按朝廷规矩 凡是被皇上罢了官 免了差的一卸任 这房子就要 这样怎么样 多住一宿能死人 小人也是公事公办 李大人 您不是说过不容任何人占朝廷一点便宜吗 在您这边 那叫当官的连接奉公 在小人这边 这叫秉公办事 李大人 您就别为那小人了 这人还没走 茶就凉了 平日里你们老爷常老爷短的叫着 这人还没走怎么就翻脸了 老太太 这您得去问皇上 小人只能听皇上了是不是 走吧 我跟你说你这 他说得对 连接奉公 不能占朝廷的便宜 李大人 请吧 叫 开吧 射死他 可是我就明白一件事 仨字 五吾林门 五子登科 愣着干嘛 全给我带走 李渭 李渭 你想开点 你不是常说 无关一身轻盲 姐夫 就那些个势力小人啊 别跟他们欧气 没意思 就是啊 李大哥 等咱们到了京城 你去找皇上 跟十三爷讨个说法去 是得跟他们去说说去 我们小福贵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想当年 在江都当先令的时候 殷总还要万民散送 这次可倒好 人家赶出府呀 就差没放恶果来养 难民散送 小福贵 不 人家赶上要国劳 下不 你 难民散 你 看看 季大哥 小心 李大人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已经不是什么制造服李大人了 麻烦您给行个方便 让我和我家里人 在您这驿站里头住一小就一样 李大人 平时请您都请不来 可什么 制造服李不让住了 我在你这驿站里住一宿还不行啊 我吕魏就算是个落毛的凤凰 就算是无权无职 可六品官是不是超肯定官 开房去吧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就剩一间偏房了 还露雨 偏房就偏房 可你这一间房 你让我跟我一家人怎么住啊 要不你明儿再来 开门 姐夫 姐夫 回来 回来 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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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冷啊 儿子回来 姐夫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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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你为我们江南百姓 除掉了上百个害人精 也不跟我们一道清贺清贺 就这样不是不想走了吗 李大哥 大伙知道你心里难受 本来想来安慰安慰你 可是老爹说 你是一条真的汉子 没有什么经不住的 所以我们大伙商量着 在你回京的关道上 来给你送行啊 李大人 不 李卫 你是个好人哪 你 你可要慢走啊 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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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跪 不能跪啊 你们都起来 不能跪啊 你们这是我的再生父母 来用青生的父母 给儿子下跪的 你们都起来啊 你们 李大人 要终好啊 要终好啊 万民之子李卫 李大人 我还当什么官啊 你们都起来吧 我李卫不走了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们一块当渔民 你们要不要我 要 我们就要 像你李卫这样的人啊 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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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秋天真常啊 是啊 我听说西北山口那儿已经开始下雪了 去年这个时候 墨南大雪冬死牛羊无数 墨北就更惨 可惜啊 这个年庚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一举消灭叛军 非要等到冬天到来 他按兵不动 是想腾出框来 营造他那个小朝廷 是啊 皇上 这年庚瑶 杀了相伴独行蛾 有没有奏折 前几天 他给我来了个秘词 说是独行蛾勾结叛军 偷袭行员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那皇上您 打算派谁去接替独行蛾呢 派谁啊 派谁能保证活着回来 立位如何 年庚瑶可不比江南那帮 书上还顾全读书人的脸面 他虽说是个近视出身 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 把立位就扔到西北去 皇上 这一点啊 您大可不必担心 这年庚瑶啊 和立位交情甚厚啊 那朕带年庚瑶宝吗 他还不是照样翻脸不认人 您 我是西北府远大将军的信使 李渭李大人可在府上 你说李渭啊 李渭早被皇上革职离任了 他早就不在这府上了 我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到大街上找去吧 大街上 去趟苏州 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李渭 喳 皇上明诏 已经下了二十多天了 你小子为何还不回京啊 你十三爷知道了你的委屈 可你更要体谅皇上的难处啊 一些话不便现在跟你说 日后你会明白 见到此信 立即动身 到那时候 你十三爷一定会来接你的 李大哥 这叫一个满载而归 来 你们两个小伙子给搬走 抓紧脚回来吃饭 明儿子 我就跟小满到城里头卖鱼去 我这鱼卖谁都行 就是不卖给衙门里的人 李大哥 你还放不下朝廷的事 谁放不下 谁放不下 我说了吗 我自个儿打的鱼 我不卖给贪官不行啊 非言我还告诉你 你李大哥当官不行 打鱼还真是不赖 那当然 我李大哥是谁啊 天生就是一个打鱼的料 爹 要说这打鱼啊 可真是比当官要快活多了 可儿啊 慢点别弄破了手啊 你可是个金贵的人啊 这是怎么说的 你说咱们破了大案 皇上不给咱们升官也就算了 怎么还让咱们支起鱼网来了呢 娘 这鱼家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的 与世无争 安平乐道的 既不用担心别人给您设圈套了 也不用担心别人给李渭使绊子 你这么一说 倒挺在理儿的 就是怕李渭心里放不下了 谁说放不下的 这不全都放下了吗 四爷刚登基不久 眼下朝廷的事又多 你就真能安下心来在这里打鱼吗 你可真是 哪活不开提哪活 小满 小满 明儿子咱就到鱼室买鱼去 在咱摊位上写上四个字 不卖官差 官差要硬买呢 硬买 硬买也成啊 十两一条 那咱家就要发烦了 就 李大人 李大人 巴压了个呸子找上门来了 小满 就告诉她我不在 什么张大人李大人不认识 姐夫 我看她好像不是从京城里来的 还真是从哪来的 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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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可这苏浙城内外 足足找了你半个月 总算把你给找到了 李大人 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而且我不是什么李大人 李大人 我是年庚瑶年大将军的天身侍卫三丑啊 啊 是你小子 起来起来起来 原来是你小子呀 你怎么大老远跑这儿来了 哦 这是年大将军给你的信 还有这个 您自个儿看就知道了 哎呀 你说这个老年啊 远在大西北 还为我李渭打抱不平 这才够意思啊 毕竟是老哥们儿 啊 司盈啊 把您要我去西北呢 你说咱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年大人给你带来了古象牙骰子 呦喂 还有两万两银票 三丑啊 这银票我可不能收 你给你家老年带回去 带回去 对了 原封不动地给老年带回去 就说 他的情分我李渭心领了 这个 你回去告诉年大将军 眼下西北用兵正缺良响 嗯 李渭他什么忙都帮不上 这银子更是受之有愧 就当李渭捐了军饷吧 哎 还有 把这骰子也带回去吧 免得他不安心打印 哎 别别别别 哎 老年这点情分我要是还不理 他会跟我翻脸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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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两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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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自己的两个啊 你自己的两个啊 挺好的 很热啊 挺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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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这吧 好 走 你拿着两个啊 你拿着两个啊 一个少点钱 哎呀 직접 haul人 就这样啊 不用吧 不要得 二两个上 别动啊 你为什么要给你 小啊 这人都在这儿不小啊 小卖鱼 鲜鲜的鱼 卖鱼 大嫂 看看鱼 卖鱼 你为打鱼不卖官差 官差要买十两银子 我说你疯了 这十两银子能买多少带鱼 你是官差吗 不是啊 不是官差你叫什么 我这里与你随便拿 你想拿多少都行 你想干什么 这天下做买卖的 哪有让人白拿东西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这分明是耍诈了 谁耍诈 批耍诈谁是孙子 我给你挑挑大 莫名其妙你 来 你看 白送鱼都不要 回来啦 回来啦 卖了多少银子呀 卖是卖完了 可是没卖多少银子 实话跟您说吧 就卖了几百个铜子 不是 那么多的鱼 就卖几百个铜子啊 今天卖几百个铜子 弄跑明天啊 连十个都凑不起了 那些买不起鱼的人 我姐夫圈 白送给他们的 别别别 我认识你 你不就十三爷家里的吗 这信肯定是十三爷 让你带过来的吧 这信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 肯定是催我回京的 你们家那好心的十三爷 没准又在皇上面前 给我某什么好差似的 拜托你回去 跟你们家十三爷说一声 我李渭这个官啊 算是当逆了 这回我是王八师胜妥铁了心了 这辈子打死我 我都不当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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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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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鱼了 只卖白信 不卖白信 来客官 您看看 这都是新鲜的太湖的鱼 昨天刚弄上来的 看看吧 只要您不是官差 给多少钱您看着办 看点 干什么毛病 哪来来住 那也瞧瞧 十三爷 明天 你就跟我回京吧 十三爷 我李宗盛 我李宗盛算是想明白 我压根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 总是给皇上四爷贴麻烦不说 我这官要再当下去 连命都保不住了 看在咱们以往的情分上 算我求你了 帮我在皇上四爷面前说说情 让他老人家放我李宗盛 我们一家人留在太湖 整天打打鱼晒晒网 过过日子挺好的 姐夫 咱们不能回京 免得 免得右手无脑气 还是在这当渔民痛快 十三爷 您也知道 我是贱命一条 您就饶了我 您就让我快活几天吧 快活几天 您还想怎么快活 您是不是觉得 您受了天大的委屈了 一个小小的四品这么大的官 这皇上 让一个亲王亲自写信给他 他连看都不看 皇上 就派这个没用的亲王 那皇上千里迢迢的来见他 想跟他赔个不是 可是我看这个意思 好像他还是不想赏这个脸 十三爷 我不是不给你面子 我也没什么可委屈的 就是这个官 我实在是不想当 这利卉 四营姑娘 你是个石大帖的人 你说呢 敢问十三爷 这西北是不是有事 这个不归你官 我只是问你 你说这个李卉 是不是不愿意当这个官 不愿意为皇上 为天下百姓做事情 他还是一时犯魂呢 这 反正这个官我是不想当了 立位 月思营 停旨 圣玉 小富贵 私营 快回来吧 朕想你们了 接狱后 快随你们十三爷 一块回京面镇吧 倾此 起来吧 你 少说去 不会惊 小富贵 人呢 你可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 又想去当官是不是 要当 要当 自然要当 诶 这闹了这么半天 你说你不想当官的话 都是假的 是不是 谁说是假的 别人的官不当 四爷和十三爷的官 那就得当 对不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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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怎么说你是我儿子呢 哎 妈早就盼着你回心转意 十三爷 这回 这回 您给我儿子一多大的官啊 六品郎中 六品 不是 一个月前我们还是四品呢 这也太小了 我们不是还得让欺负吗 那依您的意思 他得当多大的官 最好是除了皇上 再除了您 这人 只有说他大 这么说 年庚瑶 是想让你到他那儿去当官 老年 是够朋友啊 知道我李渭被隔了职 落了难 就想请我到他的西北去算算心 哎 说句实在话实在意 老年是除了皇上四爷和您之外 唯一未能够想着我的朋友 不过呢 我心里明白得很 除了当皇上四爷的官 别人谁的官我都不会当 不 就是让你到年龙瑶那儿去当这个官 那儿 八成是让我去对付他的吧 不成啊 十三爷 我和老年 都是皇上四爷前提的奴才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俩是哥们 这事怎么弄呢 如果 年庚瑶 要是不想当皇上这个奴才了呢 哎 十三爷 你说 这老年 这些年来 你还一直得皇上的恩宠 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是有的 可你要非说他有谋反之心 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我李渭可不信呢 是啊 我跟皇上都不敢相信 所以 才让你去盯着他 时不常的给他提个醒 别让他义失足成千古恨 李渭 如果年庚瑶 他万一真的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他万一真的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他要是真的谋反 他会吗 不会 那自然最好 我说的是万一啊 所以 才要让你去年庚瑶那儿 李渭啊 过去盯着点 是 如果 他要是不背离皇上 那正好 你们哥儿俩在一起 可以替皇上一起建立更大的功力 如果 他要是背离皇上 那你这个当奴才的 应该知道怎么做 好 老年 他要是不背离皇上 奴才一定尽力 帮他打赢去奖仗 老年他要是背离了皇上 十三爷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劝他别走来路 行了 您就去跟皇上四爷说 我李渭一定当好这个差 说实在的 十三爷 其实我也知道 到老年那儿 当这个差 不跟玩似的 你小子呀 是本性难改呀 这次皇上四爷 打算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头衔 棉庚瑶前些日子 刚杀了他的军前相伴 这样 你就到他那儿去 当这个军前相伴吧 下话吗 十三爷 让我去顶个死人哪 我可不干了啊 不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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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当什么呀 让你当个副统领 这一呢 就月中旗呢 这二呢 我不是小看了你 带兵打仗 你不行啊 所以我就只能去当这个军前相伴是吧 军前相伴 我可知道这个军前相伴 那就是一个吃饱了饭 没事干着闲差呀 绿尾 绿尾 你这个军前相伴 还不能由皇上钦点 还必须让年庚瑶亲自来招牌 为什么呀 不说 我估计今天咱们考虑鱼味道肯定不错 像这种景致京城里边肯定找不到 不是 为什么呀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真不错啊 是啊是啊 老师老师 你看这些花多漂亮啊 是啊 真不错 八哥 去年寒秋时节 你把这些猪菊花都种活了 京城里成为奇坦啊 特别是这几株稀罕的莫菊 这些莫菊在宫里种了几年都活不了 一到秋天它就泄了 可种到八哥的园子里它就活了 而且还能傲雪而放 就是啊 我跟你们说啊 在这京城里头 寒秋赏菊一景 是吧 只有八哥这府上才有 这叫什么呀 这叫什么呀 这叫天意呀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这个菊花在京城啊 本身就是一灾不一活 因为京城的这个秋冬相聚太近 对 即便活了 一进入十一月份就全泄了 谁啊 我是引了小汤山的温泉 精心浇灌培植 你们才能在这个季节一保雁福啊 满京城百花凋零 因为有八哥的菊花争其斗艳了 对啊 到时候经常下第一场雪你们再来 那时候我这些菊花木霜披雪 那真是别有洞天哪 怎么样 到那个时候你们也别说 我还真想把四哥叫来瞧瞧呢 八哥 我听说啊西北今年暖得很 也就是前几天在山口外下了几片雪之外 这西安现在还过着夏天哪 嗯 可年庚瑶在等一场雪啊 只要这场雪一下起来 他就有了借口 说这个叛军主力南巡 他会按兵不动 可惜啊 这场雪迟迟没有下 雪 怎么 你们不明白 年庚瑶是在为他自己争取时间 好营造他的西北小朝廷啊 怎么 年庚瑶这奴才想做法啊 可年庚瑶现在还没这个本事 年庚瑶对部下公开说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四川甘肃的巡抚都被他罢了官 现在也就剩下陕西的巡抚还没有被罢啊 这个狗奴才给个鼻子就上脸 在西北连连罢官杀官从来都是心斩厚奏 而四哥呢 一声都不吭 好啊 我真佩服四哥这个功夫啊 雍正还说不定心里有多么恨这个奴才呢 嗯 如果我猜得不错啊 年庚瑶借着天气好又有空闲 不日就会进京 他会将四哥一军 将军 将什么军 卢说要军饷那是少不了的 不过我担心的是他把胡七恒的官也罢了 真要是那样西北可就没咱们的人了 不过呢 这个年庚瑶爱银子 我已经托人烧了一张银票给胡七恒 让他好好孝敬年庚瑶 八哥 据臣弟所知 年庚瑶月底进京 现正在路上 已经到了西安了 这么快啊 他还说要请李卫做他的军杰相伴 李卫 陕西巡抚齐梁报告说 年庚瑶擅自离职回京 说他现在说不定已经到西安了 可是朕还没有收到他秦职回京的折子 这年庚瑶现在连进京的折子都懒得些了 这家伙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皇上 依臣弟看我们不如这样 等他一进京咱们就把他拿了 一呢一绝后患 二呢二枕超纲 嗯 现在对年庚瑶 切不可兴急啊 十三弟 眼下西北离不开他 虽说他自是国难大任 而骄纵贪力 可他的野心 充其量也就是个西北王而已啊 只要朕对他做些退让 还不至于谋乱造反 皇上 依皇上之见 年庚瑶这次进京是要干什么呢 他这次进京的目的 表面上是为了报交军费 骨子里啊 却是在试探朕 看朕 对他还有多少恩宠 对他在西北的所作所为 有些什么反应 别忘了 这个年庚瑶可是文武全才啊 可是这次年庚瑶五指进京 朕满朝文武可都看了 这也是年庚瑶要看的 不过 朕想他离开西安之后 总该给朕来个清准回京的折子吧 总该给朕个台阶下吧 皇上 我现在 是怕这个奴才没有这个良心了呀 别动 别动 老师三 你仔细看看 皇上 这从齐面上看 马采鞠 皇上您好像要输了呀 你也这么看 这是年庚瑶去西北 在离京前夜 朕与他对异的一盘残棋 好 朕年庚瑶步步紧逼 皇上 您节节退让啊 年庚瑶的马 踩着朕的居士 他朝朕笑笑说 皇上 今儿就下到这儿吧 朕说 好啊 等你凯仙回京之后 咱们接着下 当时年庚瑶十分得意啊 他说 皇上 这齐还接着下吗 朕说 下 是吗 只怕皇上这个单兵 进得太深了些吧 年庚瑶错把书棋看成了营棋 他输就输在 震着过河的冰上 那边人慢走啊 小心啊 慢走啊 慢点 慢走 什么都放好了 搁后边 你赶快回去吧 你们又没有要保重啊 一位 老爹啊 人各有志啊 你记着 当官不能当一辈子 只要老爹还在 你什么时候想回太后来 就只管回来 就算有一天 老爹不在了 还有飞燕和金属他们在 老爹 老爹啊 我也知道 这官是当不了一辈子的 可是 我只有当了这个官 才能替咱老百姓 治那帮子贪官 等啥时候咱朝廷 不用我李渭这样的人来当官了 那咱就天下太平了 到那时候 我就回来 跟您一块儿 咱天天打鱼枪 好啊 好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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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前男老爹 再见 再见了飞燕 一路慢走 再见了金属 再见李大夫 再见 再见了老爹 别忘了我 李大夫好走啊 再见 再回来啊 再见了 再见了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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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说 李大公还会回来吗 他会回来的 什么时候回来啊 等吧 等黄河水清了 他就会回来的 那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太湖人哪 还得在太湖过日子 马上派人去打探 见不到大将军的影子 你就别给我回来 是 忠诚大人 这已经是第五遍了 我看大将军他不走水路 改道而行了 那就再多派些人到城外各个路口给我打探去 好的 属下这就去吧 快去快去 这一次要接不到那位年大将军 我的官保不住了 你们的官也保不住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 山西巡抚齐粮 为什么不来迎接我们 大将军 我们还没到接关亭呢 这个齐粮他一定是 齐粮这个王八蛋 磨磨蹭蹭跟老子摆什么架子 去 进程把齐粮给我带到前面寺庙 我要见他 是 老爷 打您离开这去苏州 这天天打扫 瞧 一辰不然 你们是不是知道 我在苏州的这个差 当不长远是吧 小人不是那个意思 是才好 行 忙你们的去吧 总算是回家了 回家了 总算是回家了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个人找个人窝去 早点歇着吧 皇上真的要你去西北吗 不是真的 还是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皇上的意思 应该是让你看着年庚瑶 不过南庚瑶这个人 您可得小心 别人能害我 老年他还能害我吗 人心隔肚皮 没事 大将军 都是下官一时糊涂 您就饶了下官这一回吧 你说你糊涂 一刻堂堂的巡抚大人 为什么事情糊涂啊 大将军 下官所犯糊涂 是不应该在接官亭迎候您 应该在 胡说 本将军身负国家的安危大任 怎么会挑剔你一个小小的巡抚的礼数 你身为陕西巡抚 负责转运西北粮草 可是你每个月都不按时交接 至时我的将士忍饥受寒 甚至军中的将士饿死动死不计其数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大将军饶命啊 大将军饶命啊 饶命 没那么容易吧 下官 愿慈去陕西巡抚一支 好啊 那你就自己写个词官书交给本帅 下去吧 喳 幸免他 你好狠啊你 这官是你家的吗 你夺了我的官 我就要你的命 这念庚瑶果然把齐良给罢了 这现在西北 就剩下你跟念庚瑶这两个官了 十三爷 您放心 奴才一定尽力当好这个官 自然 自然也会劝念庚瑶当好这个官 光你一个人劝他是没有用的 这念庚瑶是不会当好这个官的 好 立位 皇上的意思呢 是多找几个人 一起去劝念念庚瑶 嗯 对了 我还给你误色了一个新的人 让他去接任新的陕西巡抚 一起去劝练他 谁啊 广东的布政是杨宗人 不过还要你去帮他去接任这个陕西巡抚 要说这事也好办 凭着我跟老年交情 只要我跟他说一声 这陕西巡抚的交椅啊 就算是那位阳兄的了 这是一个事 还有另外一个事 就是现在一定要敦促年庚瑶 尽快的与叛军决战 尽快的与叛决战 哎 立位啊 你十三爷的身子骨不行了呀 否则的话 爷爷不用你劳驾年庚瑶 去费这个事了 十三爷您放心 我到了那一定敦促年庚瑶尽快与叛决战 快到什么时候啊 立位啊 这再过两个月 这西北大雪就封山了 到那时候 我军就寸步难行了 这年庚瑶 总是推脱着说找不着叛军的主力 一直拖延着与叛军决战 这皇上的意思是 最多一个半月后 我们必须与叛军决战 否则的话 就要拖到明年了 立位啊 再这样拖下去 朝廷拖不起 我们大秦国的百姓拖不起啊 一个半月 行 那我明天就去西安会会老年呗 你不用去西安了 这年庚瑶 已经在来京的路上了 啊 这几天奴才一直在听司营给我读朝廷的抵报 我没听说皇上要召见他进京啊 怎么 这年庚瑶瑶 你不知道 立位十三爷 我看这老年八成是一时糊涂了 按咱大清国的律法 前军将帅未经皇上许可 善自回经者 一时糊涂可以 这要是一直糊涂就不好了 立位 皇上给了你一道手谕 明天呢 你就去宝丁候着他 还有 你呢 准备到西北军前 当军前的相伴 不是你一个人去 是你家子都去 十三爷 奴才也一时糊涂了 我记着按照咱大清国的规矩 凡是到前线去的 那一律都不准带家去 奴才一家人都去了 不是犯了杀头之罪吗 杀头之罪 立位 你想想 你一个人去 年龙瑶能信得过你 到那时候 你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呢 也不会空着手 让你去见年龙瑶的 还要见面礼啊 过来 你看看 看看这份梨够不够重 这是我从福通那收来的五百万两 不错 皇上的意思 是让你拿这五百万两摊银 去认年龙瑶做军饷 这次我倒要看看年龙瑶 还有什么理由拖延与叛军决战 江南已经完了 咱们只好打西北的主意了 可那年龙瑶 七里咔嚓 霸了杀了那么多官 前两天还把陕西巡抚齐梁给霸了 八哥 胡锡衡这个不正史 咱们可不能再丢了 不错 这年龙瑶现在对四哥这么嚣张 只要四哥一个忍不住 加上胡锡衡不丢官 咱们在西北下点功夫 年龙瑶啊 说不定就倒向咱们了 到那个时候 你们以为就花这么点银子 胡锡衡的不正史就不会丢了吗 这个 是 一定要花大把的银子 说到银子嘛 咱们有的是 不过一个不正史实在是办不了什么大事 告诉胡锡衡 就说八爷我再给他三十万两 让他无论如何 从年庚瑶的手里把陕西巡抚买下来 好 我这就派人给胡锡衡送银子去 慢 除了银子以外 再送一封信 信 给叶儿 大帅 陕西部正式胡锡衡迎接大帅来了 说大帅一路辛苦 是 特意送一张十万两银票小剑 胡锡衡 正是 让他进来吧 是 陕西部正史胡锡衡 不知大帅驾到有失远迎 特来请罪 请大帅发落 本帅不怪你 起来吧 谢大帅不罪之恩 胡大人 你当布正史几年了 回大帅 下官在布正史任上已经三年了 你的官象不错 前途不只是个布正史 全靠大帅提起胡锡衡日后 真是的 怎么西北的大官小官都这么爱贵 胡大人 您歇了吧 下官 下官 告退 告退 好 好 怎么这么快 没说上几句话 银子收了 可 可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 就被他赶出来了 银子谁收的 他身边的心腹三丑 你还没说 蠢 隔着好几手送银子 人家能认账吗 我的姑奶奶 小点声 不想活了 李大人在家吗 在 西北大将军函 请 老年快到保定了 还约我去保定玩两天 你以为人家是跟你闹着玩呢 我找他也有正事 小马 姐夫 去 被两匹快马 有差事了 去哪 去保定 好 十三爷给我那五百万两银票 好 这银子呀 最多只能保住你的不正史 这西北的官员都让您跟姚坏的差不多了 能保住这个位子就已经万幸了 可是八爷无论如何要你拿下陕西巡抚 我做梦都想当 可 你也得当得上 是在人为嘛 好 好 好 姐夫 这么老大个保定城 好 到哪儿去找您跟姚啊 哎呀 这老年也真是 幸连也不说在保定城哪儿见面 哎呀 鱼鱼 鱼鱼 去莲花寺啊 去莲花寺 对对对 去莲花寺 哎 老明他还想考我 来 来 驾 驾 发门打开 是 打开 是 当心呢 几粮 是不是我的死期到了 没想到 我会死在我父亲好友的手里 恨之恨不能为父报仇 杀了年庚瑶这个混蛋 刚论贤侄 我以你父亲都行鹅 是生死之交 我怎么会杀害你呢 前几个月 你只身去军营刺杀年耕摇 这是飞蛾扑火 是十三爷的秘密 让我把你拦在西安 关进大牢 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贤侄的性命 处死别无他意 你说现在有机会吗 是 但是年耕摇正在回京的路上 师叔 刚论为父报仇 为国除奸 岁死无怨 起来 先知若能杀了年耕摇 我便会给皇上上秘折 我齐良甘愿领死罪 就说是我杀了年耕摇 以谢天下 师叔不必为我承担杀头的罪名 一切事情刚轮一人承担 绝不连累师叔 去吧 年耕摇在回京的路上 必定在保定的莲花寺邪交 请师叔 给刚轮被批快马 小侄日夜兼长 明日即到保定 年耕摇 年耕摇虽然只带了三十名亲兵 但是个个无意高强 这是我给直立总督 李维军的一封密信 没有李维军的协助 你杀不了年耕摇 李维军也恨透了年耕摇 他一定会帮你的 好 年耕摇又把棋梁给罢了 陕西巡抚这一圈 我们一定要拿下 这是我们和年耕摇 联起的一座桥梁 十万两估计是拿不下来 恐怕得三十万两才行 该死的奴才 年耕摇也太黑了 老师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跟那些奴才们计较 你给他一块肉他是奴才 你给他两块十块 他还是奴才 拿出三十万 把陕西巡抚拿下 我们跟年耕摇就攀上了亲家 再说了 年耕摇的身边一定要有咱们的人 对 八哥 三十万两 三十万也不一定能喂饱那狼崽子 光有银子肯定不行 还得有女人 年耕摇不就是那种见了女人就英雄气短的人 还不快过来给叶儿洗脚 来了 叶儿 我也是快要当上巡抚的人了 不抓紧时间 看看朝廷底报 熟悉熟悉观察动态 哪天哪 真要是坐上了巡抚大堂 闹出什么洋相可怎么办 那不是也丢你的脸吗 胡其衡 胡其衡 我说你这陕西巡抚还没当上呢 怎么 就已经盘算着不给叶儿洗脚了 这要是真当上了陕西巡抚 你还不把叶儿给卖了 我就是卖了我老娘 我也不能卖了我的心肝宝贝叶儿 对不对 老实告诉你 八爷说了 陕西巡抚这个缺一定要拿到手 你别以为我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八爷 你看看 你看看 咱们都是八爷的人 为了八爷 那不也就是为了我 如果你想当这个陕西巡抚 就把这洗脚水给我喝了 又叫我喝 每回求你办点事 都得喝你的洗脚水 咱能不能 能什么能 就这么点小事 你都不肯做 这以后要是有什么大事了 你做得了吗 你倒是喝还是不喝 我数三下 一 二 我喝 一个三品巡抚 还不值这一口气小水 况且 那双漂亮的酒 还是我们叶的呢 我喝 我这就喝 这洗脚水是什么味儿 甜 跟澡花蜜似的 胡说八道 你看 我是 软骨头的东西 洗脚水 怎么可能是甜的 我 我不是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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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